我的世界版马桶人系列第69集第二部分来袭 主视角无双战神与生怡的监控人小队劫后余生 成功躲避了马桶人的追击 一行人走着走着 画面开始花屏 随着视野逐渐拉远 刚刚的画面是超级电视人才播放 而画面再一转 泰坦监控人正在与马桶人交战 另一侧的泰坦音响人也在全力迎战 下一秒泰坦音响人就获得了飞行音响运送来的武器 看来泰坦们的武器在本集又进行了升级 泰坦监控人也随之向前迈了几步 转眼望去 他的新型飞行器朝着他飞了过来 安装完毕后 泰坦电视人出现 他开始朝着泰坦监控人传输能量 短暂的充能后 受伤的泰坦监控人得到恢复 而一旁的泰坦音响人不愿意了 他也象征性的折制自己的能量核心 但下一秒就遭到两个泰坦的同时拒绝 紧接了一团黑烟出现 泰坦监控人与电视人开始离场 留下泰坦音响人短暂的停留后 也开始撤退 画面给到另一侧的监控人小队 他们的武器已经得到了全新的升级 尤其是摄像人手中的能量炮最显眼 这时一个监控人抱着一个物品包 递给了主视角 这里面应该是升级后的物品装备 而监控人的腰上还挂着一卷纸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本集到此结束 点关注不迷路